大家知不知道老闆最怕是甚麼呢? 就是網絡的負評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真實的個案 台北有個陳小姐與咖啡室發生糾紛 事後在Google 樓下一聲的負評 老闆也不急示弱 上網公審她 還將她的私人照片發放 陳小姐於是乎就報警求助 認為老闆嚴重侵犯她的私人和名譽權 面對負評我們一定要保持冷靜 不要衝動 也不要作無謂的反擊 認真地檢討 主動溝通 就好像日本有個Youtuber 較早前投訴酒店態度不好 酒店的公關就主動聯絡 誠意地道歉 結果最後影片就下架了 所以面對客人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真心地解決 了解客人真正的需要 這才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怒火只會令問題火上加油 造成公關災難 到時關公都幫不了你 我是伊美集團CEO Mandy 關注我們了解更多行業的應對技巧 南非 鹿業 文說